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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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年的追尋 多少次的口吻 香愁是一碗樹 香愁是一杯酒 香愁是一朵雨 香愁是一生氣 年深外景又無景 日久他鄉盡故鄉 留下你可記得 徒弟的方向 阿嬤 你可知道 兒女的心長 一碗水一杯酒 一朵雨一生氣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逢假日 富田村的文尚宁都要在村里教孩子们学唱正气歌 七百多年来 富田村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教育子孙后代 浩然之气 长存天地 无论做人做事 都要刚正不阿 一身正气 位于江西省吉安市东南部的富田村 是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里 在清脆的天马山下 一条富水河穿村而过 灌溉出肥沃的田地 村子因而得名 富田 至今 村里居住的两千多位村民 有文 王 刘 匡 十多个姓氏 自唐宋以来 这里人文为奇 诗书理学 兴盛不衰 南宋绍兴年间 文氏先祖文秉人定居富田 至今 族人还珍藏着家传的族谱 族谱中详细记载了先祖的教诲 和家规族训 我的开机祖宫文秉兰呢 他在这里杂根之后 他一直要求他的后人要读书明经 自古民财 德兼优者 上也 其次 则以德为贵 而不论其财 未有忠诚 有德 而拜人之事者 既是自于不可为 亦必 节中尽粹 死而好矣 不肯仁慈 偷生 一路其果也 他就是教我们 作人要正气 要坦坦坦坦 义生正气 秉承着祖先的教诲 历史上 文氏家族出了不少德才兼备的后人 南宋保佑年间 文天祥高中状元 成为家族的荣耀 公元1275年 援军南下 山河破碎之际 文武百官主张弃城逃跑 不少奸臣宦官屈膝投降 当时 出任江西赣州知事的文天祥 却变卖了全部的家产 造结了一支三万多人的义军 沿着富水河逆流而上 抗击入侵 当时这个朝廷就立命 文天祥为右称祥 先苏密使 当时这个文天祥就与元云 谈判 谈判的时候呢 由于员工距离地争 就把他背靠了 脱险以后呢 他不死南方不肯休 开赴南建州 重挤一起 三年抗援期间 文天祥带领义军转战江西 福建 广东等十多个地区 最终 因兵力悬殊 他在广东海丰县五坡岭一带 阴拜被俘 在被押送北上的路途中 他写下了过陵丁阳 其中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赵汉清的诗句 至今依然被后人铭记 流传千古 元朝廷呢 用南宋朝廷的叛臣和盲国之军 轮流来全向 当第一小皇帝来全向的时候 员工直言 设计为众 军为亲 军相 成不相 他不是对皇帝的愚衷 而是对整个国家 整个民族 整个设计的大好 连佛比列都敲着大拇指 请文天祥为男子大招 依据文氏族谱记载 宋墨原初 文天祥故去之后 他的后世子孙曾经历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 但是 无论族人身在何处 始终不忘正气歌中所涌唱的气节志向 正气传家 也作为家规祖训 被郑重地写进了祖谱 在富田村人的心中 修善一心的文成相词 是文天祥浩然之气 长存天地之间的象征 祭祀之时 重温祖先以身报国的故事 激励着一代代文士后人 七百多年来 文天祥被人们称颂为民族英雄 受人敬仰 正气歌 更是被许多爱国将士 唱响在抵抗侵略的沙场上 已经一百零一岁高寿的王承登老人 就是一位从富田走出的抗战老兵 每天他都要在家人的帮助下 穿戴整齐 保持着军人的面貌 这个习惯从他穿上军装的那一天起 从未改变过 穿上这个军装 我们也是提醒我们当地光荣传统 保持我们一个革命军令的一种奔赛 这是奔赛 对当对人民忠心奔赛 在20世纪30年代 日军侵华 中国境内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 1937年9月 八路军115师先头部队 集结在山西大同的平行关附近 伏击日军 经过六个小时的激战 取得了胜利 在当时 王承登是115师343旅686团的排长 至今他依然记得那一场战斗的激烈成 这大平行我们不就满屋在两门山上 在第一汽车进来以后 我们就开始动力出去 全面出去 就开始有收入车将日本人在机械上扔了 收入车 收入车打 打在日本人 他们到处转转了 到处转转了 转到机械地下也有 到处转转了 一定要跑 向地上吃些冲击 我最好勇敢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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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危难之际 王承登和许许多多走上革命道路的战士一样 肩负起挽救民族威王的重担 他们誓死如归 诠释着军人的浩然正气 正是这股昂扬的意志和坚定的信仰 鼓舞着中华儿女 在革命战争的年代 抵御与外敌 取得最终的胜利 2015年 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王承登老人 收到了一枚珍贵的纪念章 和许许多多的抗战老兵一样 这枚纪念章记录着过往的历史功勋 凝结着崇高而不朽的荣誉 正气就是一种浩然之气 所以我们在革命年代 无数的革命先烈 为了国家的富强 民族的独立 人民的幸福 用鲜血和生命 图写了一曲曲浩然正气之歌 这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根脉 有了根脉 我们人就有精气神 我们这个民族就有了正气 就有了正能量 如今 王承登老人 常年在江西赣州疗养 在他的心中 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 五年前 他回到了家乡富田 当时正在修建革命纪念馆 村民们希望他 能够捐出一件随身的物品 以工人们缅怀历史 这一次 您与百岁的王承登 特意嘱托两个孙子 替他回到家乡 除了祭拜先祖 看望亲人外 还要把他珍藏的一套军装 带回家乡 捐赠给富田革命纪念馆 少小离家 老大回 乡音无改 变茅催 时隔八十六年后 当初从富田走出的毛头小伙 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独转心里 老人用这样一件充满记忆的物品 寄托他的思乡之情 让家乡的后世子孙 都能够记住那段光荣的岁月 在富田革命纪念馆里 一件件展出的物品 记录着从这里走出的抗战将士们 浴血奋战震撼人心的动人故事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 但这些将士们的后代仍然传唱着祖先的正气歌 用忠义的精神守护着美好的家园 福田的民兵连就是一支特殊的队伍 队员中大多数是退伍军人 平日里他们依靠种田打工来养家糊口 一旦村民遇到危险 他们就会冲在最前面 三十多年前 王维汤和村里的很多年轻人一样 选择了从军报国之路 在部队里 家族的教育和传统 让他在强险救灾的时候 奋勇当先立下不少战功 从开始当兵 一直到现在六十岁了 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人 就是要静止 要硬直 按照我们当局的土派就叫做 要安起公道 退伍后 王维汤回到村里 由于在部队里的优异表现 他被村民推选为民兵连长 这份责任 他担在肩上整整三十年了 2013年的一天 王维汤在地里干完农活后 准备回家 走在路上 他突然听到村民的呼喊声 村里有房屋着火了 他立刻朝冒烟的地方跑去 因为当时这个里面好多茅草 这个火是蔓延的相当快 整栋房子差不多 一下子就全部烧起来 管管叫大家送水上来 危急时刻 王维汤组织民兵队员 冲到火灾现场进行扑救 他听说屋里还有三四个液化器罐 当时活在现场 已经围满了前来救火的村民 液化器罐一旦爆炸 后果不堪设想 情急之下 他带着身边的一个队员 想也没想就冲进了屋里 当时里面温度好高 周间又迷住了 基本上看不太清楚 找了非要才找到这个液化器罐 是管一管提出去 放在那个空缸的地方 没灵的地方去 跑得没爆炸 当时现场好多人在那 如果发生了爆炸 我们这些人就有灾力 像王维汤一样 在灾难面前 福田村的村民 没有一个退缩和害怕 从小传上的正义精神 让每个人都以勇敢和正直 为最大的光荣 我们福田是文田祥的故里 我们从小就受文田祥那种 正气的熏陶 我们是退伍军人 村里面我们都经常会组织 那种去灭佛 像还有抗风抢险 一些地质灾害的事情 去帮忙去营救 在福田村 随处可见历史久远的家族祠堂 族人祭祀祖先 婚丧嫁娶的重要活动 都要在这里举行 在这些祠堂里 最为村民重视的 是一座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的 文氏祠堂 村民最为尊崇的文天祥的牌位 一直供奉在这里 遵向后世子孙的香火 相传 文天祥的父母常用历史上中烈意识的故事 来教育孩子 在家庭教育的影响下 文天祥从小熟读史书 尤其爱读《中臣传》 有一次他到奴隶学宫 看到了墙上挂了欧阳修 杨邦义 福泉 周辉大 奴隶世宗的发相 他心潮澎湃 相当激动 也一直像他们一样为国尽忠 这样传这个孙大丈夫 家族流传的中义观念 深深影响着文天祥 然而当时的南宋朝廷 却宦官专权 文天祥虽一身财气 却不愿与奸臣为伍 尽管他曾被多次罢免官职 十年仕途 他没有屈颜覆侍 崇媚权贵 保持着家族教会的 刚介正洁的风骨 已经冒叠之年的文先红 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孙 平日里会有许多人 慕名来祠堂参观 瞻仰文天祥的事迹 每当这个时候 老人就会在祠堂里 给人们讲述家族的故事和传说 为了守护先祖留下的这份荣耀 三十多年前退休的文先红 开始专门对祠堂进行修复 后来为了看护方便 他和老伴搬到了祠堂里居住 把大家修好以后的话 对于这个后代的话 我这个儿子孙子 要给纪念了祖宫 要牢记祖宫 天天有正气的功证 这是一个功证的意思 精心维护的这些古老建筑 建证着文史家族荣耀的过往 至今 福田村的人们仍然能够在这些老房子里 骄傲地讲述着家族的历史和故事 在他们看来 这不仅是世代相传的荣誉 更是家族子孙的责任 文史先祖的浩然之气 也随着故事的流传 影响了周边的村庄 成为人们争相传颂和仿效的美德 在离福田村不远的一个村里 有一位叫蒋心狗的年轻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他入武参军 在福建平潭服役 一次在部队进行手榴弹的投掷训练时 一枚即将引爆的手榴弹 意外落入战士们所隐藏的战壕里 危急时刻 年纪二十四岁的蒋心狗 铺在手榴弹上 用身体掩护了战友 自己却英勇牺牲 部队为他追击了一等功 在河沟里面是十几个 一个班 如果不是蒋心狗铺上手榴弹 起码河沟里面都要受伤 甚至要牺牲 那么如果是说拿手榴弹 拿出来再重新投出去的话 那空中爆炸了 那就全连都要受伤 所以在这个前进一发之际 蒋心狗同志分不顾身就破上去 把手榴弹压在自己身子下面 那手榴弹爆炸了 蒋心狗同志因手上过重 抢救无效 牺牲了 前年的同志难难无恙 萧长永是和蒋心狗 一个连队的战友 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 令他感佩至极 在向舍己救人英雄蒋心狗 学习动员的大会上 他第一次见到了 应邀做报告的蒋妈妈 蒋妈妈来到我们部队的时候 就讲了 蒋心狗在乐物以前 在家里防风抢选 也是分不顾身 她说讲了这些故事 我也听了很感动 那蒋妈妈在台上 气不疼心地向我们讲 我在台下也是一边 激鼻激一边留恋味 深受战友精神的感召 退伍后 萧长永做了一件外人看来 无法做到的事情 在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 他来到战友的家中 照顾和赡养 牺牲战友的老母亲 直到老人离世 我当年来的时候就住在这里 没有房子 我跟蒋妈妈一个房间 积在一起 打一张神经厂 老人家的领老体肉都病 我们就是照顾自己的妈妈一样 服侍她 萧长永把战友的母亲 当成自己的母亲 当年老人还在事实 他想尽办法为老人家减轻病痛的折磨 以前呢 就是头痛 买天马给他吃 那个气臭 那个就是 气臭的时候呢 看不出来啊 我们口对口 把它弹吸出来 结果 他弹得不烂的话 就裹死在里了 到后面的时候 他七十多岁 七十五岁 他不抽烟 以前会抽烟 你不抽烟呢 开业了 没开 好高兴啊 我们都说好啊 好啊 很好啊 都很高兴 这个时候呢 他也好 我们也好 很欣慰 还包括了我福建老家的 也高兴 可以说干门两地吧 都很欢喜 从小受文氏先祖 大义精神的熏陶 蒋新狗为了全联的战友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偏向了年迈的老母亲 而萧昌永感动于此 尽心尽力地照顾这位英雄的母亲 安享天年 老人离世后 萧昌永继续在文天祥故里生活下来 无愿离开 深受当地大义精神的影响 他改名为蒋新东 选择做一个蒋家子孙 愿把这份血脉 永远地传承下去 特别是来这里 我在这个文天祥 这个蒸气好冷 这个对我也很深刻 天地自有蒸气 所以来到这边 我有一点亏难 一点人家都会帮忙 都很热心 所以到现在无言无悔的 一辈子在这里 如今 每逢初一十五 福田村周边的乡邻们 都会来到文天祥的陵墓前进行祭拜 缅怀这位忠肝义胆 一身正气的民族英雄 一据史料记载 文天祥在元大都就义时 曾留下一份一代赞 孔曰成人 孟曰取义 为其意尽 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 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 树极无愧 文天祥 用他一生的所言所行 诠释出天地有正气的精髓 而他的后人 时刻践行着先祖训诫 传承着这份浩然之气 立足于天地之间 中文天祥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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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为我打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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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生命 多少美与 我和你谁为我打开心 谁为我打开心 我和你谁为我打开心 我和你心情相细 总有千年 每一生花园 我把你爱得意 我把你爱得意 我把你心情相细 祈禱